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人愿做挥霍青春的人 你就是我前世的爱人 等待今天与我靠近 熟悉的眼神何以问 不用说也不用问 你就是我永远的爱人 等待今天与我相认 注定的时间和缘分 共度一生永不分 走过千三万岁寂寞红尘 寻找那个有缘人 我已习惯在往事中藏身 来 给我 小燕啊 为了相遇的婚事 辛苦你了 大娘 千万别这么说 将来有一天 说不定也要你们帮我缝嫁妆呢 小燕 你瘦了 那可不 都怪你呀 赶着在百日内成婚 害得我啊 连绣花都来不及 等你跟念祖拜了堂 我就轻松多了 相遇 你明天就要拜堂了 早点歇着吧 容光焕发 做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 小燕 谢谢你 念祖啊 就快要拜堂了 把心情放轻松 不要太紧张啊 我们走吧 那边太好了 孟林 全靠你 今天才会有这么热闹的场面 谢谢啊 你不用客气 直到现在 我总算感觉到有一点喜气 坐 四叔 您怎么点笑容都没有呢 小燕 你想看四叔笑吗 办喜事 就应该高兴点啊 小燕 四叔 小燕知道您疼我 但是 天底下的好男人 也不止念祖一个吧 你真是这么想吗 嗯 那就好 那就好 那这杯喜酒 四叔我就喝了 可遍 一瓶 小燕 华 我 最高兴点 于是 二哥 念祖 时辰已到 该接湘羽出来拜堂了 来 湘羽 湘羽 开开门 我们该拜堂了 湘羽 叶姑娘 我们来接你出去拜堂了 叶姑娘 湘羽 叶姑娘 人呢 叶夫人 湘羽人呢 湘羽 湘羽 念祖 我们分开找吧 湘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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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羽你别走 湘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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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走? 難道我做錯了什麼嗎? 湘羽,還是你不相信我的誠意嗎? 我們根本不應該成親的 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 湘羽,小燕她已經諒解了 小燕能諒解,我卻不能原諒我自己 在這小燕的床上,懷著一輩子的遷就 你會快樂嗎?我會快樂嗎? 這麼自私的事情,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與其勉強踏進一個錯誤 倒不如趁早打住 或許對我們三個人來說,才是最好的 湘羽,湘羽,你不要走 我求求你不要離開 湘羽,如果你要離開來成全我跟念祖 那我不也一樣成了自私自利的人嗎? 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啊 湘羽,留下來吧 我們三人當中有一個人孤獨地離去 剩下的兩個都會良心不安的 湘羽,你跟念祖是我最喜歡的 都是我生命裡最重要的人 你們兩個,我一個也不想失去啊 小燕,你說的是真話嗎? 小燕,你說的是真話嗎? 小燕,我知道了 小燕,你怎麼回來了? 小燕,你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回來?小燕跟湘羽呢? 在這兒呢? 湘羽,你這個丫頭真是的 都要拜堂了,不聲不響地跑出去 成什麼體統 娘 好了好了,既然回來了就好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大家都應該開開心心的才是啊 新娘在離陣脫逃 我還是頭一回聽說呢 大哥,湘羽居然回來了 我看這婚禮 不急 今天啊,彥祖跟湘羽不拜堂了 這,這怎麼回湘羽 湘羽,你別想那麼多了 你倒是快打定主意啊 這太委屈你了 你不嫌棄我就好了 念祖本來就是你指父為婚的丈夫 你願意讓我跟她在一起 我已經很開心了 是你把她分給了我 她本來應該是屬於你的 那以後我們不分彼此 永遠都是好姐妹 念祖 小燕 我們說的話你都聽見了 我 那以後你如果敢對湘羽不好 我可不一 萬一你讓小燕受了委屈 那我可饶不了你 怎麼樣 一言為定吧 既然你們都已經決定了 我也只有聽話的份兒 哲君 哲君 你怎麼醉成這個樣子 我 我在喝喜酒 我啊 我住那裡 郎才女貌的新人 花好月圓 多姿多酸 現在倒喝太早了 婚禮 並沒有舉行 取 取消了嗎 沒有取消 只是暫緩 該在三天以後 三天之後 湘羽和小燕 要一起嫁給元念祖 我 我就殺了那個元念祖 既君 你不要胡鬧好不好 我胡鬧 是那個元念祖他太過分了 一個 一個葉湘羽還不夠啊 還要再加個補小燕 好一個花開病帝啊 那 那我呢 我方子君 他把我擺在什麼地方 啊 我為什麼一個人像個傻瓜一樣的 在這邊喝悶酒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 為什麼 你冷靜一點好不好 我不要冷靜 你不要管我 我去殺那個元念祖 我方子君得不到的 別人水長得到 紫君 紫君 你上次弄的笑話還不夠嗎 你還要去自取其辱 人家元念祖要取誰 你管得著嗎 難道說 你要拿把刀架在人家脖子上 非逼得他離你一塊兒取不成 萬聖 我是一個沒有人疼 沒有人愛 仍然躲避 仍然討厭的壞女人 我嘴死的 不會有人在乎 不會有人在乎的 不是的 紫君 紫君 會有人在乎的 實際我會在乎 要是元念祖 看到你這個樣子 他也會在乎的 元念祖 大君死吧 誰要跟他做一輩子的好朋友 我再不惜害 我不惜害 我爸爸的 我從來就沒有認識過這個人 紫君 紫君 除了 除了元念祖 你還愛過別人嗎 還有你哥哥 對吧 紫君 愛有很多種 失去了元念祖 你還有別人 失去了元念祖 你並沒有失去全部 你怎麼會死我 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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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抓住 葉夫人 霜喜臨門 恭喜恭喜 託福 听说念祖要跟朴姑娘叶姑娘同日拜堂成亲 这一来可真是皆大欢喜 这喜酒非得一次喝双杯不可 大哥 新人来了 新人来了 能同时娶到两位如花似玉的美娇娘 念祖你可真是好福气 大哥 你两个女儿只花了一份嫁妆 也是福气 庄主 庄主 张立华来了 张立华 你来干什么 竟敢大摇大摆地走进飞眼山庄 你好大胆子 念祖是凤英的儿子 今天是他大喜剧 我这个做继父的代表凤英 特来向他道客 科技准备了一份保理 聊表心意 请笑纳 把你的东西拿走 别脏了飞眼山庄这个地方 哟 这么快就搁被向外弯了 对我这个继父如此不敬 一箭双雕 抱得美人归 想不到你这个瞎子 倒挺有本事的嘛 念祖 张立华 别以为今天是个喜悦 就有得你猖狂 信不信 我一咬劈子你 住手 念祖说得对 别弄脏了这个地方 今天小女和念祖常婚 由于念祖重孝在身 并为发体验课不便接待 你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张门主 请回吧 大哥 既然呢 各位都不欢迎我这个不素吃客 那我怎么就睡了 念祖 我顺便提醒你 报警这两位美人 好好把握你的花园两宵 半个月之后 就是你的死期 对了 两位新媳妇准备替她收尸吧 这份礼物就留给你们了 张立华 你要再不滚出去 我可就不客气了 小心别让我的血弄脏了这个地方 张立华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把她给我扔了 算了算了 好事多磨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别让她破坏了我们的气氛 对对对 孟灵说的没错 梁晨已经到了 他们该拜堂了 来 拜堂啊 来来来 你们拜堂了 快点 来来来 照顾一下 来来来 拜堂了 拜堂了 新人百年好合 一拜天地 ANY 漫ette 嚣 搭堂了 中嚏 张立华说的没错 也许半个月之后 真的就是我的死期 万一我死了 岂不是喜堂变灵堂 项羽跟小燕 岂不是会变成了 新婚的寡妇吗 为了项羽和小燕 我不能那么自私 我向各位发誓 倘若我杀不了张烈华 我绝不再踏进这个喜堂 你不用安慰我 我不会想不开的 我已经安慰小燕和湘羽 好半天了 才没力气来安慰你呢 安慰他们 怎么 财经东方就百物品了 吵起来了吗 没有 是元念祖临时取消婚礼了 成婚后 就是念祖跟张烈华 决斗的时候 念祖不愿意 他刚结婚 就让小燕跟湘羽 成为寡妇 所以就 元念祖这个人 还算是有点良心的 既然他没有拜过堂 那么我也不必在他死心了 芝君 是姐 我这几天心情很不好 没吃没睡的 现在 我可以安心的去大吃一顿了 芝君 你又在打什么主意 我可警告你 不许再给我惹是生非 这是我跟婆小燕 还有叶湘羽之间的决战 不到最后关头 我是绝对不会轻言放弃的 谁 是谁 我 你们一死了 你养良心 让你们带我张力回目 可奈何 你们这些死鬼杀不了我的 我找你们回叶王谱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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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你 马宽山 你吃了熊心猫的冷了 竟敢在我这里搞鬼 大哥 平日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是你自己心里有鬼 你半夜重来 你是想做送死鬼吗 大哥 你毁了凤银的一生 又想误了念祖的幸福 为了念祖和扑姑娘 叶姑娘 今天 我要除掉你这个魔鬼 魔鬼 什么叫魔鬼 就是打不死杀不尽的 魔鬼向来是只赢不出的 大哥 你杀人无数 是你害死了元年金和凤银 现在连他们的毒子 你都不犯过 天理昭彰 你会遭报应的 天理 什么叫天理 如果真有天理 那我张力华 这个人人看作魔鬼的人 怎么会好好地站在这里呢 既然我还能活到现在 就表示天理是站在我这边的 我张力华就是天理 你 这一切痛苦和罪名 都是元念祖造成的 要不是元念祖 要算旧账 他们那些人 怎么会记得双眼中的 什么陈天救世呢 我张力华 被他赶得家破人亡 元念祖才是背叛天理的罪魁祸首 你真的疯了 我绝不能让你留在这个世上 来人啊 我没有疯了 是你们疯了 大哥 你三番两次 坏了我杀念祖的大事 我早该伤了你 我现在不会让你死 我让你好好活着 看这么提前行道 纵运了我上戏天 到时候再没再不迟 滚 滚 可能是太累的关系 先歇会吧 来 湘羽操操汗 一阳霜剑的剑法 变化多端而且诡矩 若是在夜晚 我们联手对付张力华 还有些胜算 如果是在阳光底下 假如我和湘羽 不能够顺利配合 那就未必有把握了 张力华一定会故意选 在白天跟我们决斗 因为念祖看不见 我们非要练好剑法不可 这几天练下来 你们已经进步很多了 要有信心啊 光凭着信心就能赢的话 天底下的事 就简单多了 倘若我的眼睛能看得见 那就好 熟能生巧 这么快就泄气了 真是没出息 方姑娘 很幸福嘛 有人排着练剑 有人殷勤伺候 袁大侠 真是想不见的奇人之福 能有你这种福气的男人 不多了 我真是替你庆幸 不过 左勇右抱 心有牵挂 我看这场你跟张力华的决战 你是必死无疑了 方志军 你开口就出人眉头 我可要生气了 爱之士族也害之 你们总应该知道吧 如果你们两个是真的爱念祖 就应该赶快离开他 不要让他有后顾之忧 念 师姐 我和念祖正在加紧练习 请你不要捣乱 我是来看念祖的 跟你们两个没关系 念祖他跟我说过 我是他一辈子的朋友 而且 我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 念祖 你告诉他们 你曾经对我说过些什么 你快点说呀 方姑娘 我说过 你我之间的情谊 是小燕和湘羽比不上的 但是那是不同的 友情和爱情当然不同了 师姐 如果你是来帮忙我们对付张烈华的话 那我们很欢迎 但是 如果你是来吃醋的话 对不起 树不奉陪 念祖 要不陪你一起练呢 这阴阳双剑的招数 不是就湘羽才能够跟你配合的 我也会啊 我 念祖 走 不要听他胡说 念祖 念祖 总有一天 你会知道我对你有多重要 二十年前我杀原念祖 二十年之后我在杀他 未免显得我胆小怕事 我就不相信 他的伴你下的能带给我什么威胁 我就战进入他这条小命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袁念祖 袁念祖 我要上去 二弟 念祖眼睛看不见 这样练也太危险了 你去我书房把剑拿来 我陪他跑跑练练 是 大哥 大哥 什么是慌慌张张的 张练华把手下的人全都赶走了 你把火把回刀门给烧光了 什么 张练华把回刀门烧了 回刀门是张练华一手建立起来的 他怎么给烧了呢 看来他是抱着破釜沉重之心 背水一战了 自闻人静凤银 明天就是湘羽和念祖为你们双羊庄白口怨火 报仇血恨的日子 希望你们在天之里 能够保佑他们 顺利打败张练华 平安归来 尊羽庄白口怨火 哥哥 先放上面 再放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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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信尊庄白口怨火 再放一片 再放一片 我来往前 尊羽庄白口怨火 放一片 等到第三片 将来 先放一个 我们的爹留下来的 叫做双阳剑 这把叫做光阳剑 这把叫做耀阳剑 他们两兄弟 甘胆相招 两剑结合创立了双阳庄 但是他们没能用这两把剑 胜过张烈华的回旋道 现在 这两把剑就交给你们了 复仇血恨 为人间除害的任务 全靠你们了 娘 您放心 我一定会为了我那从未谋面的父亲 用这光阳剑 向张烈华讨还这骨肉分离之恨 为了我娘 我绝对不会让张烈华 跑步天理的亲子 我相信你们会尽力的 比武决战最怕心有好 你们放心的去吧 不用担心我和小燕 念祖相遇 你们不必为我跟大娘担心牵挂 如果真有个什么万一 我会照顾大娘的 我会照顾大娘的 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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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跟我一道走吗 师姐啊 人家决斗干你什么事啊 你紧张个什么劲啊 张烈华根本不是人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会出手帮湘羽的 对不起 我可没有师姐那么好的心肠 再说我也不爱多管闲事 你 根本没有人在乎我 我干嘛管他们死活 袁念祖 今天我们比斗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吗 现在离太阳下山还有两个时辰 我一定会在太阳下山之前 杀了你们 就看你们两个 有没有本事熬到太阳下山 张烈华 今天我们就要用双阳剑 讨回双阳庄的血债 要以你的血 来吊祭双阳庄所有的王魂 你们两个一起上 好 那我去让你们两个一起死 让你们来个大团圆 你受死吧 好吃 让你们来个大团圆 看这个排阳 走 走 这次的盛法 全看念祖和相遇的配合 念祖相遇 你们一定要同心同意 齐心合力 一定要心意相同 一定要打败张炼华 破 房屎君 念祖 房姑娘 我永远是你最好的朋友 只要你需要我违运在 你们大难当头 还有心情谈情双爱啊 废话少说 开张 我还想用这种剑法对付 还差得远呢 好 没错 好 是 不 是 我还想用这种剑法 超小的 好 忍忠 我怨死在我的徽旋道下 这就是天理 阿哥 阿哥 陈归陈 土归土 一切都过去了 你安息吧 颜总 你还愿意给他上一炷香吗 大哥 无情虎 无情虎 我房子君这一身中没有做过几件好事 这算是唯一的一件好事了 颜念祖 我再未大 也不可能看着你成亲拜堂的 再见了 他会去哪里呢 说不定他去了阎王谷 阎王谷 这是他和念祖相遇的地方 说不定他去那里找他了 我们去那里看看 嗯 是你们啊 师姐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来找你 请你跟我们一起回飞燕山庄 飞燕山庄有什么稀奇的 我才不稀罕呢 是是是 飞燕山庄是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飞燕山庄里有一个你喜欢的人 房姑娘 大家都希望你留下来 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怎么 你们两个是来报恩的 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 房姑娘 我们可以 可以怎么样 我告诉你们啊 我房子君喜欢的东西 是绝对不会跟你们分享的 我没有你们那么伟大 也没有你们那么柔弱 圆念祖我才不要呢 人家不稀罕呢 小叶 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 对我来说 你们看见是宝的东西我不一定要 是吗 是吗 是人家不要念祖 既然我们已经来请过了 就不要勉强人家 也不要缠着人家 叫人家不开心 小叶 反正念祖有你跟我就够了 也不差他一个 对呀 我们走吧 好 你们两个怎么说走就走吗 既然你不愿意跟我们去 你不走 那当然我们走了 念祖是我最了解的人 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辈子要敢欺负他 我就杀了你们 师姐 既然你不放心 就跟我们回去嘛 走吧 走了 走了 孟莲 你看今天多热闹 一切总算圆满了 孟莲 我心里面一直有句话想告诉你 什么 你这身道袍也该换一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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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念祖 谢谢 拜堂成亲以后 你可有好自为之了 否则的话 他们几个女人在你的面前可会争风吃醋的 我知道 倘若他们吵闹的话 我就来个眼不见为敬 眼不见为敬 耳根可不敬了 那就兵来将党水来土眼了 瞧这小子 这小伙子也不知道几世修来的福气 可是我告诉你 这福气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往后的日子可就要靠你自己了 是 念祖 奇人之福可不好想 四弟说的没错 这个男人 要给一个女人幸福快乐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 你这一辈子还肩负了不止一个女人的幸福 小伙子 努力一点 说实在的 也难得他们都一心向着你 我相信战时不会怎么样 不过 这婚前婚后可是一板之隔 婚后你对他们要绝对公正公平 否则的话 家里可难有安宁的日子了 知道吗 知道了 那就好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有点紧张 一个男人对自己的终身大事能做今天这样的决定 不紧张才怪呢 听良心说 我现在的心情比面对张丽华还有紧张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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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箱姐 这一下子娘是真的放心了 嗯 箱雨感谢娘为我所做的一切 多用点心 但念诵多爱你一点知道吗 知道了 嗯 小燕 爹 嫁给你喜欢的人 爹真替你高兴 爹 我知道了 爹 我可以出去了吗 他们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这个要出嫁的丫头都在等误极了 爹 芷君 你要记住 爱是无限包容的 你们三个啊 以后呢 就要像姐妹一样了 知道了吗 怎么了 你找什么 你又想干什么 别念祖啊 她是再有第四个女人了 我就杀了她 芷君啊 我想干什么 那是三个女人了 就要宝贝 你坨贼 你坨贏 那是二个女人了 然后还是一坨贴 快去吃一会吧 谢谢他 老大 把门回 抓两个人帮忙 好 拜堂仪式正式开始 你们三个真的都愿意嫁我为妻吗 我们都准备拜堂了 这还需要问吗 真的不要再考虑一下吗 已经很清楚 不用再考虑了 真的不后悔 绝不后悔 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再考虑一下 什么 我不能够许 问世家 情为何吗 教人生死相去 问世家 几多有情人 终身还手共此心 问世家 情为何吗 爱是苦劫也是甜 问世家 几多有情人 孤单只影过一生 月我分 愿是谁终缘 情味道 始终甚不透 爱恨 愿是早注定 没法解释 事愿患是哨 梦花空 重难语 痴情不再贪泪寒 历数化